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說HDR和Log的影片 在過往來說HDR和Log的影片 都是需要一些技術 你才可以拍得到 或者剪接得到 但是現在慢慢在手機裡面已經做得到 今天來個簡單的教學 首先你要了解什麼叫HDR 原來HDR就是High Dynamic Range 就是高動態範圍 意思就是說你拍一個畫面的時候 有些地方很光有些地方又很暗 同一時間都可以顯示到很光的地方 和很暗的地方 不會光的地方完全白了 或者暗的地方完全黑了 這些就叫做高動態範圍 當然最後也會說Log這個格式 其實你可以當作一個進階版的HDR 它可以提供動態範圍更加高 但就需要一些後期製作 不過現在在手機裡面 也都可以簡單地做得到 我們一齊看一看 好 那我今天用HONOR MAGIC V3來做示範 其實MAGIC 6 PRO都可以的 還有現在拍這條影片的這部機 也是MAGIC 6 PRO而已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有HDR之下動態範圍高了 會看到一些雲的細節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用一部MAGIC V3 首先我們一般來講 拍影片就開影片模式 如果你要拍HDR 就進入設定裡面 選擇HDR打開它 就已經可以拍到幾漂亮的影片了 但有時候我們想自己控制的 有什麼電影感那些 我們可以選擇電影模式 這裡就有一個寫著NUTS LUT的 原來就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風格 另外也可以設定HDR 也是一樣在設定這裡 打開HDR就可以有了 這些電影都是以HDR規格來儲存的 當然如果你想再控制多一點 還有一個叫LOG模式 這個模式一開 你看到畫面灰了 為什麼呢 原來它就會自動地 將整個影場感應器 即是相機的影場感應器 所有資料都存在影片上 為什麼會這麼灰呢 原來影場感應器可以儲存的資料 是很多的 如果以一般方法來儲存 會記不住 所以它將那些高光低光那些 全部壓在一起 雖然畫面這麼灰 但最後就可以還原出來 是超美的 我們現在試一試這個LOG的格式 舉例 我就按拍 當然我也可以調 放大它 暫時在HONOR的V3或Magic 6 Pro 只可以用主鏡頭來拍LOG 我停止它 這就是電影模式 當然還有一個專業模式 就是你再專業一點就可以用它 那怎樣用呢 原來它的白平衡也可以調 快門的也可以 當然如果你一般在手機上做 我是不建議你專業模式 除非你很清楚知道發生什麼事 譬如今天是陰天 我就選擇白平衡是陰天 等我拍到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白平衡都不會走偏 都是我眼望的感覺 接著快門速度 我建議你先選擇自動 如果你要在手機那裡做後期的話 就全部選擇自動 你要好些的 自動完之後全部關掉自動 即是等手機調了自動之後 鎖緊它 不要動了 你拍光的暗的 它都不會自己的快門速度改變 就不會視光是暗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回家用電腦做的 這個你就隨意調 因為光暗可以很容易在電腦裡拉到 如果你懂得做的話 那已經不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了 今天簡單一點而已 即是你手機最極限就是這樣 調校完自動光度之後 關掉自動 還有開著鎖 那我拍一倍 一倍 去到兩倍 那記得要遇到頭頭尾尾一兩秒鐘 是的 頭尾一兩秒是給你有需要的時候 前後切緊一點 可能一開始會手震一些 或者其他問題 另外我也拍下其他位 譬如我看到前面這個位置 很漂亮 那我先拍一下 那我拍一下 好 假設我已經完成了影片了 然後我要把影片儲存出來 怎樣做呢 首先我跳出來 然後我去到原生的相簿這裡 是的 那你現在看到我在相簿這裡 那我就按一下 下面留意 按一下創作 然後按編輯 之後可以按開始創作 就可以選我剛才那些片段 譬如我選一二三這三段 按完之後選開始創作 那這個就是原生的剪片軟件來的 你要找回去 全部一律可以回到相簿那裏找 好了 接著我們現在看到的影片是灰蒙蒙的 因為它是Lock影片來的 我們要後期套用那個Nut 那我們就按 選擇 預設這個Hollywood經典 都不差的 那還有我就喜歡收回一點 讓它的風格化那裏 沒有那麼強 那當然你每一段影片 都可以選一個Nut 你看這裡是沒有選的 沒有選的這個 前面那個已經選了 那你可以逐段選 或者選完一段之後 按套用至全部 那它後面每一段 都套用了這個Nutra 那大家看得到 那這一刻呢 就按回Tick 就是我調色了 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剪接了 譬如我要剪了前面一點 可以拉一拉 就剪了前面 後面也是 對 短一點 這裡也是 短一點 拉一拉 短了 舉例 如果我要切開中間那怎麼辦呢 原來有個分割的按鈕 斬了一刀 變成兩段 一刀兩段就是這一種 我後面這個位置 我都要剪一下 我只是不要中間的 我選了中間 按垃圾桶刪除 那就可以剪到片 後面我都不要尾 我也是收一收尾 我當我剪完這條片 然後呢 可以儲存出來 怎樣做呢 上面你就可以選擇 HDR 1080p 原來在HONOR的手機裡面 它現在的軟件 可以直接 save做HDR片 save出來 可以上YouTube 你可以轉做一般片 即是沒有HDR的用戶 就看一般片 又或者你真的想 上HDR 上YouTube 選HDR 另外一個畫質 選4K 還是1080p 那些 你自己隨意 4K當然清一點 容量大一點 1080就沒有那麼清 容量又小一點 很多時候 我都會先出1080p 看看效果 我就儲存1080p 按匯出 你看下面 1080p 是匯出得很快的 所以這個是很適合 你剪好 先看效果 那現在 你見到已經有條片 播中 上面寫著HDR 你上YouTube 它直接已經是HDR片 那看上去的感覺 就會是非常之真實 那當然我現在是找一部相機 來拍另一部 所以你看過畫面 可能有些斜角 但實質上來說 就應該 我直接上YouTube 就英俊很多 那當然 如果要有最好的效果 就是在電腦做剪接 但今天教的東西 主要是方便快趣為主 直接在手機裡面剪就可以了 又可以有少少電影風格 或者HDR的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